今天,厦门郑成宫东平义奇园诺城继海峡两岸围棋交流活动将在这里举办 郑成宫驰骋沙场海江,不仅武艺高强 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也是一名围棋爱好者 在与我们东平山隔海相望的金门太武山上就有一处是郑成宫官兵义奇处 与我们这里的郑成宫东平义奇园可谓是遥相呼应隔海相望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个郑成宫义奇雕塑 他的创意就是源自郑成宫义奇图 这场棋局正式展示了郑成宫在下定决心收复宝岛台湾的历史重要节点上 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 一边下棋,一边气定神闲的听取前方胜利的军报 雕塑中的郑成宫内里穿着将帅的甲皱 外面披着明带如式的蓝色长袍蝙蝠 呈现出他文武双全,以儒修身的将帅气度 在国内郑成宫雕塑中首次以儒匠装扮的形象出现 与郑成宫下棋的人叫做王中孝 是郑成宫的重要知己 也是雕刻在义奇园岩石上百字散的作者 我们的这个义奇园不仅有这个雕塑 还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亭子 在这上面可以看到整个厦门市的美丽风光 而我自己身处在这里呢 也是感受到了空气非常的清新 等到厦门的健康步道秀到这里来 年底通了之后呢 就会有更多市民朋友可以来到这里 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今天呢在我们这里呢 还将举办两场围棋比赛 分别是海峡两岸青少年业余围棋交流赛 还有新业银行杯2022新闻界围棋赛 来自两岸的青年骑手 还有我们厦门的新闻工作者的围棋爱好者们 还有一些知名的业余围棋爱好者 都将在这里展开激烈的角逐 今天呢我们还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中国首位围棋世界冠军马小春职业九段 和台湾骑手软文献六段 为我们两岸的围棋爱好者 带来精彩的大盘讲解 现在先跟着我一起去赛场 看看今天的比赛情况吧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海峡两岸青少年业余围棋交流赛的比赛现场了 两岸的青年骑手呢都各自组织了一支队伍 一个队伍呢选了五名选手来到这里参加比赛 我们也看到有三盘骑是一对一的单打 也就是我们常规的围棋下比赛的下法 还有一盘骑呢就是二对二的连骑 他们四个人来下成一盘骑 一会儿呢世界冠军马小春九段和软文献六段 讲解的就是富刚和郑子明的这盘骑 我们可以看到这盘骑已经是下到了中盘 形势也是非常的胶着 中盘是我们围棋棋局当中的中间阶段 也是非常的关键的一个阶段 很有可能就会决定了这盘骑的胜负 大家应该都知道 在今年的全国高考语文试卷的作文题目当中 也出现了围棋元素 本手俗手妙手一直之间成为了大家的热谈 也掀起了一股围棋热潮 本手意思是本分的一手 是围棋当中中庸的下法 但是中庸呢也不代表平庸 虽然说不上特别的精妙 但是老老实实的本本分分也不会下错 俗手呢是庸俗的一手 通常情况下是指贬义词 但是呢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也可以去选择下出来和对手进行交换 来某种情况下 他也可能是一个最佳的下法 那妙手呢就更好理解了 就是精妙的一手 那也是卓越的一手 在通常情况下比较难遇到 可遇不可求 但是呢你如果想要在下棋当中能够下出妙手 一定是要通过平时不断的积累和训练 才能够真下出真正意义上卓越的一手 我们其实近几年啊 这个厦门的围棋氛围也非常浓厚 你想想在我们这个高考是我们人生的重要一个阶段 在这里呢也融合了我们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围棋 可以看得出我们国家也是对围棋非常的推广和发展非常的重视 那我们厦门呢其实去不完全统计 学围棋的一些中小学生啊青少年啊 已经是多达好几万名 而且呢每年举办的大大小小的比赛也是数不胜数非常的多 像我们这些成人呢业余围棋爱好者 每年也都能参加一个厦门市业余围棋巡回赛 每年呢这个比赛也是汇聚了我们整个厦门市的所有精英强豪业余围棋高手 每年呢都是我们的一场围棋盛会 不仅给我们业余围棋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 也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了我们厦门的围棋氛围真的是很浓厚 这个比赛呢也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 也是跨时最长的目前一个很大的一个业余围棋比赛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这边就是我们的厦门新闻界围棋赛了 大家都在认真的对战中 这边呢是我们的厦门新闻工作者代表队 然后呢对战我们的厦门民事民师为其代表队 每一位棋手都是非常的认真 我们可以让世江大哥给一下特写 在空气这么清新的一棋原下棋 想必我们这个棋手们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愉悦 那我们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世界冠军 马小春职业九段和台湾棋手阮文倩六段 一起期待他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 大家好我是阮文倩 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厦门中平山一起围棋院吧 跟海峡两二青少年一围棋交流算 我们现在给大家讲解这个政治名字台湾了是吗 对台湾的五段 然后富刚是厦门的五段代表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他们这一盘棋 这一盘正值名是拿到黑棋 开始吧 两位还要说是业余五段 但是应该在业余界也是比较高的水平吧 是的 黑棋第一首是小木 白棋第二首是新味 黑棋是小木 白棋新味 接下来黑棋是打背手脚 对 接下来白棋挂脚 这个有点往一个方向 如果这个手脚要这样的话呢 就显得好看一点 当然这个围棋变化都是千变万化 它怎么样都可以下 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的话 那个方向就比较合适 这样有点往一边那个偏的感觉 那接下来白棋是挂脚 现在这个棋好像人家这个AI就是提倡低挂 一高挂了就被人家这个下面一拖 就把这个实地捞走 这个有点亏 这样的话是定式黑棋比较好 嗯 就是它拿实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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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不喜欢点三三 反正我下的话100盘以后大概99盘 起码98盘以后不喜欢去点三三的 那毛老师以前会比较喜欢下哪里 怎么下都可以 但是点三三我总是觉得跟不上潮流 可能是我们已经下习惯了不喜欢点三三 哪怕要点出一个他的点字点三三的 我也不太喜欢点三三 因为围棋并不是说一步点三三就决定他的胜负 他可能AI觉得点三三他胜利50% 不点的话49% 但是对人类来讲的话49%跟50%其实没有多大区别 那实在他们就觉得点了 因为这边已经是黑棋的势力范围了 那么我这边挡的发现肯定是不太对的 所以肯定是要往这边自己发现了岛 所以这里已经没发展 尤其这个是低位 那么白棋真情能抢个线索最好 一般情况下他是飞出但他就太低了 那么白棋就抢线索了 现在黑棋也是看这个意图 他是想抢线索 那此战白棋也就是继续长 这个三只头子不能被掰还是要长 那这也不能被拐吧 然后拐下去是先手 拐下去是先手 因为黑棋这个比较局处的 班战的话这个班截还是先手 那么虽然说是这个地方低位 但是因为离得比较远 离得比较远的话 那这边冰过棋的价值还是很大的参舞 那么也就是说黑棋在这一步还是要继续走 如果是被拐下了 这个还是有点急速 他被黑棋就继续爬了一走 如果白棋再长的话 黑棋就可以呼应了 因为你再拐下就是后手 白棋拐了黑棋就转出被脱线了 这已经是火棋了 那实战的黑棋就脱线了 那他 白棋没有长 白棋润红的水分 这个不长就可以 因为这个三字头被扳了是不行的 因为三字头被扳了之后 这就出现点方的问题 那么这个四字头就不太一样了 你在点方的话 这个威胁力显然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可以呼应你 这个刚才那个插一路 插一路这个点方 这个就比较难过了 所以这三字头不能被扳 这个四字头呢 它暂时可以不考虑 考虑不硬 那实在白棋也没有力了 让它夹过来 黑棋是反夹的时候 那么也就是说 那个黑棋扳起来的话 白棋就反扳 因为你这个位置比较低 那么白棋可以考虑从扩张这边 比较你这边的那个 就是得到了利益 那黑棋现在扳好吗 那白棋肯定反扳 这不能被人家这抬 黑棋再连扳 他就退 如果你在接后手的话呢 这边白棋又抢一手 对啊你这边利益也得到很多 但是白棋这边又抢一手 这样呢是一种比较平衡的下巴 嗯 因为这个刚才讲的 这个点方已经不是很严厉了 这跟刚才差一步 这个就是有天上之别的 嗯 那实战开 实战这时候黑棋是觉得夹过来 然后白棋这时候跑来尝一手 嗯 那还是尝啊 其实 其实也可以考虑不尝 在那边下 或者或者这 那白棋这一手的话 比如说要供这一颗黑棋 怎么会这样 就是像这个尖顶之类的 这也可以考虑 哦 黑棋 长一个 捡 捡一个 如果跳呢 可能快一点 但是下面有拖 拖回去 现在那个黑棋不一定马上拖 但是下来总是他有拖 嗯 那尖的话就贴上来 嗯 然后白棋跳一下 哦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出来他顺便经营这个下面 这这个就看情况 嗯 就暂时不下 那么长的话呢 肯定那边就慢了一步了 但是他得到的好处呢 就是这边已经是打入 就是你想拿我这个可能也没什么好办法 好 那实在 还在 黑棋好像跳出来了 对 黑棋选择跳一个 然后 这时候白棋 跳一个 先把这个脚拿 跳在这儿 嗯 跳这个的话 我觉得 比较稳健吗 嗯 好像差一点 应该在这一段 走一走这个 飞 这个飞或者这样 飞在这两颗比较有威力 就让他吃掉之后 我再跳 这样的话呢 我就 可以利用这个通过 以后还可以拖一个 现在你跳的话 他肯定就不会堵住我 对 现在还是比较小一点 这个菌 那这边比较推荐 白棋怎么站 如果去要跳的话 那这个就不要长 就是先下走为强的话 肯定更有利一些 现在的话呢 肯定是慢了一半拍 嗯 那实战白棋 跳之后 居然这个油脂的话 我觉得朝这边走的话 扩张这个 是比较那个正常的一种思路 那接下来黑棋 这种肩冲 这个嘛 肯定 肯定 对对 边施压 肯定白棋要反击 这个 这不能让他连上 白棋的纸贴上来 然后 黑棋也长 然后白棋就冲断 这个黑棋有点重 不过呢 这个离得远也不怕 从那后来的话 这个跳呢 就不如到这边下 那这时候跳一个会比较好 跳的话 白棋挖可能还是 它也也也没什么差别 也连不上 只要要连上的话 只能这样长 那么下面损失就比较大 如果打完之后就连不上了 嗯 连了这个这个有多 连这个这个有多 对 怎么补都补不过 这个黑棋应该这样的话 可能好一点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路子比较长 这样 这样的话呢 你这边一手也封不上 对 它这边 这个线比较长的话 你拿它就没什么好办法 嗯 现在直接藏了这个短一路 短一路 而且这边冲着 这个两个子就有点重 就不像刚才这样形状那么好 是的 那白棋这时候 它是藏这边 藏上面 所以现在看黑棋下 三十三一三二 哦 黑棋先跳一手 哦 白棋藏上来 哦 当然这个地方 因为比较开阔 白棋也是 也是一下也不一定拿得住 听说黑棋现在 那个应该尖这个 先把这个 这个纸 先先围住啊 它也不是说一定要围住 这个你可以住过 但是我主要是跟进这个联络 这样你吃完的话 我总好翻 啊 你吃完的话我就尝吃了 这样的话 对杀肯定黑棋就不怕 嗯 好 这白棋现在是不会跑出来的 嗯 白棋不能冲断的话 那么就这几个子的话 你一下子肯定也吃不了它 因为它在离 离得比较远 我就随便这个 这样下来的话 这做活肯定问题不大的 嗯 嗯 啊 在 白棋惨一个 好像黑棋是跳在这里 嗯 最后呢 它就要威胁这两个 其实它这个是错误了 因为是白棋这个跳过的 基本上先手 你要硬硬硬手 那么你跳到这 等于跳到人家铁头上 啊 那么肯定要离着它远一点 就比较合适 嗯 你同样对它也要跳过 如果你不跳过的话 那黑棋跳手的话 这攻手就逆手了 对 如果你跳的话 那我就 选择求活 那我这个子就不会得错 不错的话 别监错 这还有断点 这一个断点 整块铁都不活 然后将来白棋可以回家 白棋肯定不会去戳过了 选择 就是 就是黑棋如果尖的话 白棋可能考虑戳过 好 那这种看这个的话 这个就很有问题 这人当时 它即便不走这的话呢 也起码应该跳这个 跳这个的话 你尖的话 我就不会病这种 那这起码是尖是尖 是不是 现在等于是我 跳完之后病这个 这这两步呢 就是 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正常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呢 这个骑黑棋还是可以的 也把这个破掉 白棋如果供不出 那么大的那个利益的话呢 那黑棋 其他都驾到了 这边也查到了 应该还是可以的 拿了翻个脚了 那死在黑棋的时候 就是比较凶一点 白棋就是尖刷 那常不大家意思吗 对 这就比较难吧 因为这地方有冲撞要硬 他的这个硬呢 这个千万不能走这个 你好像是捕捉 他说封 封好封锁被人家出去 像这种群呢 就是说 就是我们讲这个形状 说裂形 就是那个裂开的这种形状 封好你走这个 被人家出去这种形状 如果同样的别人也要走 那肯定的照样好 因为这个的话 别人摆过来 还可以打出等等的 接着之后 还有冲锅打斜的 所以肯定服务对了 从那出来 就这一手就很有问题 这时候白棋建筑 还起双一个连接 白棋跳这里 这个跳基本上属于是白棋先锁 因为如果不硬的话 这个地方再压迫 可能快要死了 对 好久都可以起党一个缩活 这个党就没有意思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很厚了 这个党 如果是这样的起 这个党还有意义 因为这里头还有手段 以后有个碰子 对 这还有手段 现在是这个地方 是已经没有手段 你扳接就是后手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党就没有意义 这个应该跳下来 现在跳有可能是先手 这样的话 这个形状就好好的多 因为你要来这个 我顺便我就搭行 所以这块奇迹 基本上就实际是没有问题了 那么这样的话 别人说随便下一个 你这个是离得太远了 对他这个也没有用 对你这个受活 将来如果再走这个的话 那这个就差了 那这个请问往外跳好吗 往外走也可以 但是往外走的话 同样一样的意思 因为你挡这个 别人走这边 你狗都走不着两个 这还是得走一下 你还是要走到这一线 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 不如这一线 所以当你要走这个的话 别人摆过后再跳过就比较痛苦 所以走这个形状 这个形比较好一点 好 好 那这时候黑旗贴走 这个那白旗那边 一定要压过来 牵下手围墙了 那这个黑旗已经不能再跑了 这跑的话这这一块非常危险 这也太危险了 这可能就是跳队要死了 对 你要从这儿靠出去 那那白旗顺便藏出去 那这样不行 对我 对黑旗贴这一颗已经不能救了 那这时候他选择实战这个 你刚补在这边没有这里严厉 你现在是躲在了吗 实战是躲在这 它是影响了 我这怎么没有呢 这这起步是不是有问题了 要数据吗 哦 手术出来 点下面的手术 那我这可能起步有问题了 那我不管 哦 我在边摆 这个话 他想作严吧 单纯作伏 哦 摆起着喉的知道吗 摆 我摆着 我接着跟那个气有点关系 嗯 这个时候他连班就好了 黑旗再继续连班 这个连班也没有意义 这个 这个气走得长了 我一个就行 连班如果杀不了这个的话 连班到时候自己还要硬 嗯 现在如果接上你走这个话 他在这不一定要挡 给你长的话白旗也要接 现在等于是冲一下 冲一下首先给人家挡 你就可以了 然后问题人家还不一定要挡 你冲下去人家 送走管下来 哦 反正这个地方 别人也不一定会挡这个 可能也要管这个 那么你把它藏这个的话 因为跟这个有关系 可能白旗要硬 但现在连班一下 白旗接你 肯定这还要接 那么这个连班就没有任何意义 等于你现在就冲了 那么白旗还可以不硬 白旗就算硬 如果你杀不了的话 就算硬也便宜 可它也可能不硬 好来供这一块黑旗 这看到这个地方 肯定这因为气景肯定有点问题 好的 哦实在 它可能还是想这边动点脑筋 但它动点脑筋的话 这个就不要走 它就直接连班 那白旗要不要断一手 对啊 直接 那这个不走总好 可以直接打 直接打 就把这个子撕掉 所以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尤其是走完这个 我再走这个就更有问题 走完这个就要长 这个还是形状 嗯 这个顶一气跟这个就没有关系 如果不顶这一气的话 这个管肯定还是后手 嗯 这就长一个 然后白旗没有补断点 它这时候 白旗应该不会硬 哎不对不对不对 点点 哦对了 哦 好的 一定要补断点了 这会怪 它就碰过 嗯 这体式可以搬 这怎么能对头呢 这地方 这地方能拐到一下线索的话 只要能拐到一下线索 这就已经连上了 嗯 好的 赶紧 应该把这个断点补上 哦 这个都不需要沾了 哦 都不用沾了 那就 那就是那个大肥脚可以点击 那可以说有个刺的话 那如果有个刺 它长这个就不是太严厉了 嗯 嗯 当然这个刺转上规定刺得薄 那它摆起全部不理合 嗯 对了 这个出来 这个刺车就不硬了 好 黑旗已经被 冲的话只能从底下过了 那到黑旗有点惨 哦 这这回我是宗教 你只能从底下过 往那边过 哦 那白旗还是收获很大了 对 可以这样一路跑 底下还要度过 我们叫叫发制度 嗯 哦 如果这个有一个的话 呢 它可以 可以翻 反正白旗这边肯定是有手段 然后拉一点便宜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就不需要走啊 因为只要折合旗就行 嗯 那这样就进入收管节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这个黑旗扒完以后 这个还要补 而且这个 这个地方 哪怕你扒的话 它就退一下 它呢 确保活旗就行了 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黑旗扒快不容易 这最起码也只能走到这儿 确保自己联络 这已经很不错了 对吧 不过现在白旗局势不好 只是想撑到这一段 看能不能对我一点 以后之类的 黑旗扒 不过黑旗 它是下一个 哎呀 下一个 嗯 黑旗可能 不这个不扒出来 他是踏白旗 他没有 他现在根本不敢走 这样走这个 这样走这个的话 可以自己打 这一幅的话 要怎么 最好打一下 最不可能搬这个的 嗯 他肯定自己要回 自己先连回去 然后再才能走这个 这个时候我可以考虑 退也好 打出这个也好 嗯 这个我下巴就比较多 首先我这个 先让你连回去 这样 你新的走这个的话 你本身就已经收回去了 打发白旗再连回去 你的手段也没有 这个手段也没有 都算好 还是他是想抢个线索之类 可能现在其他赶快把队补一补 但是白旗还得也再补一手 不来这 哦 黑旗实在 活在这里 这个顶也没有一眼 他为什么要顶呢 黑旗这应该断吗 还是 那千万冲下来 对吧 感觉这手有点保守 这个关键是没有一眼啊 他想让白旗先补一下 好吗 给他马上做活 那不跟自杀一样吗 感谢了 帮白旗给补好 这样做两手呢 等于是那个什么 哦 这个还是得 等于是死我了 哈哈 那对白旗怎么 本来说如果在这儿的话 就冲下来对白旗这还有点影响 这样 而且我走完这一步 我这个贴本来就先手 哦 有个挖 我就直接冲下来 这根本搬不进来 搬进来我这贴就先手 还行 估计搬 在这个时候你还不好硬 如果硬这个的话 我打一下 直接把你都打死了 你只能走这个 那我就把你再撕去 嗯 所以这个搬到这儿就就好得多了 搬到如果你这样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 对啊 这个如果不死的话 那这个叫什么 这个 黑旗可能也在担心这一块 可能就好像这个地方 还有点问题了 这个 对 反正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如果这个是先手的话 还有一点问题 黑旗应该是用搬的会比较好 这个肯定不能 黑旗就要坐我 我来这里 你走完这里就能马上进 要不被人家先手输引了 好 实在 白旗跳 嗯 好 他这时候应该点进来 对啊 肯定不点进去 白的可能都会赢很多 他就那个 还是他怕黑旗跑出来 之类的 现在那个黑旗哪有功夫班 对呢 那他就是想把这边味道给补掉 嗯 有可能 好 好 一起点了 好 把一起 切 一起 点 好 把一起 点一下 好 嗯 现在就是开始收官了 写行字还是白的好 现在白的半天变成显索了 嗯 白这个时候还是先 这脚上还有硬吧 这脚上还有味道吗 这脚上不硬的话 他就必须已经再靠一下就有心 那 靠一下已经是怎么搬 搬 好的 让我都搬那种 小独嘴 这就 活了 就简单活形 已经不能挡了 然后就跑了 这就最简单了 走对的话 这也可以出来 他说你 你只能下面搬过 那白起来就不断了 你只能搬下这个问题吗 可以搬下去 能不能挫下这个问题了 对吧 对吧 总的说的肯定是有棋 如果你躲在的话 那这个基本上 好像棋就大了 那 不好杀 总的说的这个说 应该是有棋 哦 那白起犬 得把 好像画黑棋 白棋接浅 然后黑棋过去 嗯 走到这个脚上 还是有手段 哦 把白棋打住 啊 黑棋叫吃 这个恐怕来不及了吧 这叫吃 被白棋把 这个冲肯定来不及了 所以这起冲都比较小 都 但是你立刻的话 这脚上还有起 还是有味道 对 还有起 所以这口起来就有点厉害 这其实它优势意识 本来是肯定应该点进去了 因为这几个是勤 这边你顶的话 我哪怕不能 当时不能走 我就退退退退 你也来不及 因为这也来不及走 对了 所以我这边 这边一旦走错以后 根本跟这边都来不及了 所以这个还是优势意识 到底有多大优势 我现在也没太高兴 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的话 白棋牧师也不是很多 现在是 好像还不一定 现在是黑棋优势 是黑棋牧师挺多的 所以这个要说黑棋优势 这个就叫措施良机 应该赶快点一个 如果白棋优势的话 这个就是属于是过于稳健 没有蹭蹭追击 那实际一看白棋地盘好像 那如果我能力的话 那就不如单飞 大家抢个先手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已经很厚了 你再靠的时候 再点也来得及 现在的话你力它就不一定倒 你如果再不应 我直接跳进去了 这样再跳进去 就没有这样跳进去 来得好 白棋这时候 去一下 然后 一起叫吃 然后白棋叫吃过来 然后黑棋这时候提掉 好白棋这时候感觉好凶了 躺进去 他可能觉得局面不好 所以就躺进去 我本手还是得 你打这个也可以 打这个的话 他也不能也不能打结 开棋开结吗 他也不知道下什么 打结的话可能因为这些都不是结 这些都不是结 他提提再可能要死了 再打起来就打一个好 所以黑棋这时候也不知道怎么下 打这个 打这个 黑棋大概也只能火上 把这些提起来 飞起来也不知道怎么办 接起来也不是提 接起来肯定不行 但是他也不能继续打结 因为这样还有提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说 黑棋有点错误 反正就应该飞下面 嗯 既然火了以后还是只能绿的话 就应该还是飞下面 长进去嘛 固然好 但是呢 这个外面头就是那个 就被黑棋出来了 嗯 这里丢 好 拿着黑棋丢户 我过来了 好好摆起 接上 好黑棋挡住 那到脚上就没味道了 哦 现在脚上应该没起了 我要再起 他当时这个戳的话 那个什么那个 关你 那个 黑棋丢户很难过 因为你如果敢搬的话 他 他伤进去 对吧 这 这好像 好像那个黑棋丢户不好搬 对他就活 哦 如果 如果你走对的话 好像 这个气不够 嗯 好像气不够 所以说的话 还能这样 而且这还不知道硬是什么 不知道硬是有专丁天手 硬照的画面有下 都不好下 啊 很难过 没有 嗯 所以说 所以就这边的问题 就是这一手气 好 应该用飞的会更好 如果飞到那的话 那这边就不难过 是 嗯 挡到这个时候 再被拖这个很难过 那白棋现在拖过来可以 他拖了吗 他没有 他是 白棋 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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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嘛 好像先走 但是呢 就是没有这个刺子便宜了 白棋拖 嗯 这地方就是那个黑棋 黑棋这个等于没有用 拖一个挺大的 然后白棋回 这还要搬了连搬 对 嗯 现在白棋行事不太好 所以说白棋现在变成拼命了 对 得拼 寻求开战的机会 啊 叫吃 白棋就打结了 嗯 这个结白棋肯定能打赢 顺座 搬一下那个要求 对 这个 这个 结才挺多 嗯 对 这个结才肯定白棋 现在 现在白棋结才有 这个 这个无忧解 白棋肯定能打赢 尤其局势又非常不好 所以一定要打 黑棋贴 然后白棋 现在 这结他也应该先拔 对吗 感觉损失了一个结他 那以后就 所以他为什么 这个时候 就手这样立下了吗 立一个更好的 现在他就立下了吗 哦 那这样还是一个结才 白棋会这样找结才吗 损一下 让多一个结才 这怎么可能 太损了 这个结本来肯定是白棋打 黑棋打不过了 哦 黑棋还是只能接 这个无忧解 肯定是 算是白棋打赢的 那么白棋打赢的情况下 他肯定是应该先搬 再接这个 搬完 我好得接 当着 当着这个 黑棋还得做活 做活也不是做的 不然 我会应该做的 这种地方 好 这头在 我在这 那这个 那就直接挤 吗 直接挤 啊 这个 这个结 这个结就算是白棋打赢了 就无所谓了 这个 嗯 嗯 实在 你搬这个 他可能会 会不管 打一下以后就不管了 你看白棋 今天那个 哦 黑棋没有 他 搬在这里 哦 这原本也不用补 哦 白棋 贴上来 加这个 加这个 那就不是 那就后手 哦 但是 结才更多啦 这样 一张 一张就一次 然后黑棋接了 然后白棋再断了 加这个肯定不对 加这个呢 那这个底线 我等于人家已经活了 对吧 嗯 然后 一次 断 结 这个提了 没有 黑棋 站在这里 哦 这个也无所谓 对啊 他都怕你传 这样子 来不及 这肯定来得及了 可这张眼睛 感觉还是没有 不是 你可能接你 只能传 他都怕你传 对 因为你传 我带走 也来得及 这个 这个种 总是黑棋的 啊 好 白棋 搬一个 这无所谓 对吧 好嘞 吃 然后白棋再 对 等于白棋后手被提掉了 嗯 哦 这刀白棋 扑一个 好 然后黑棋 碰转 感觉白棋这块钱 对 这个白棋肯定不行啊 这个 嗯 嗯 如果白棋这块钱 有问题 很大一点 嗯 所以应该直接 反正这个落后手 而且这边还有 还有问题 对 这局面已经被黑棋 逆转出来了 这对隐碍 先说 哦 然后 那这 这脱退也没脱退 找 对啊 什么都没吓到 嗯 哦 白棋 接起来 嗯 那 还行 那不行啊 那脱退也变后手了 哦 这关子已经有了 哦 这这边也不行 那脱退也不行 哦 是 现在 目前是下到这里 白棋估计不知道怎么下 好像不行 这个肯定 对 对 这个 这个不能 绝对不能断 怎么办 这里还是得 哦 这样的话 那个 他坐不出圆 走完这个顶对 他挖打先手 这个不是先手 他坐不出眼 啊 这一来的话 首先这个地方已经变厚实了 而且他不说别人还有手筋 嗯 对哦 嗯 对哦 所以这个如果白棋断的话 黑棋是 是 挺要 断了的话 这个棋就是收关 好像白的也要差一点 嗯 因为这个毕竟斑了连斑的话 它打一下 它就可以飞出去 你不能再打过了 这个 这个要的结合太多了 这个 他会选择拐 然后黑棋 那把你搬啊 然后你走这个 可能差一点 你走的时候 哦 但是这样木树差一点 嗯 走这样下还可以下 就是白棋那个 没有没有 这个 这个太优势 一直措施良机 那就是这所机 这关机在开始的时候 是白棋下的好 但是后盘白棋下的有点问题 自从那地方被打劫之后 那就下的有点乱了 你中间这一套我都觉得 还有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这要接得到的话 对这个眼型有关系 就是各种各样的关系 这个 这常了做 你看人家这个线索很多 这个这个形状 就是这个下去 如果把形状下好了 这个形状没下好 跟今后那个什么发展 肯定有很大的关系 目前人下都还挺 那就没有 这个配在这里没意义 这个这也要合 这个 那这个其实就不用了 不用讨论了 这个 嗯 所以靠着手机下的很好 手机 因为靠着 如果你搬的话 它管 你接的话 它还有挖的这个 这个挖的线索 但是它起码这个是线索 它就可以挖断 哇 白旗也不敢下这个 总的说 总的说 这靠着手机 但是这一系列手机 就是白旗给黑旗造成的 如果断在下面了 就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属于是 当时没有看出它这个问题 当时就算什么问题都没有 这个线索 最差一手机 这也是不对的 哪怕没有这个一手机的问题 这个味道也不对 因为白给人家这个线索 这也不对 嗯 后面 最后面的手机呢 黑旗叫得很漂亮 那就到这里了 这个肯定就结束了 对吧 后面已经下不了了 这白旗中间已经 嗯 这这边跑了也不行 更合法跑不了 你接的话它可以搬 这个更合法 完全出不去 那肯定就不行了 还捷呢 嗯 打结那个就不讨 这个柱子对那个什么无忧性 嗯 那我们这盘就先讲到这里了 嗯 对 这盘其实总的说 就是开始的时候 冲断之后 这个这一区呢 白旗都下的挺好 黑旗开始的时候 这个黑旗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跳 应该接着是 跳篮这两手都被白旗走到射 然后白旗就冲断等等 这一区前盘呢 啊 白旗可以 打个 90分 嗯 这个当时后盘 从那个打结开始 这个 就完全崩掉了 就开始有点乱了 本来这个地方中间的话 走完以后 其实白旗还是 可以下的稍微好一点的 嗯 就这样 这样 这时候有一个 那个 他机会 他没有抓住 所以这个跳 就错失机会了 嗯 如果抓住这个机会呢 这个 其实应该局面还很难做 嗯 最后这个地方 如果不出问题呢 这个 这团局还很漫长 还是关子 关子的话 这个事情就很难讲 因为像这样的话 这个输赢确实还很难讲 飞机好也就好一点 是不是好 我还是没有太搞情 但是好也就好一点 肯定这期还要下很久 他们是下了这以后 被这个 就算没有这一靠被提的话 也不行 别说的话 这一靠就直接就是那个 直接一下就击倒了 对 这整块已经死了 好像这个断 这个应该是击倒了 这个断好像贪出了两幕 他都被人家明显这个刺牵手 你要不就是决定了 要不就是决定了 就不要去断 那我们就 这盘景讲到这里了 这一天 我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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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起来